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先讀一篇Fest Hall 這個真的這故事非常的扭曲 可是我們就讀吧 學英文 你看了一定會覺得不太舒服 甚至是道德上 來 無所謂 我們先看 句點 哇 好 這是個 很沒有良心的事情 可是她似乎是感覺有良心的譴責 她老婆懷孕已經快生了 她有這樣的說法 你看 懷孕懷得很重 Heavily pregnant 所以她就跟她的男生朋友們兄弟們出去歸婚了 So I had one last night out 所以這裡是一個 One night out 加個last這東西就形容詞 有時候我們講說 今天是姐妹閨蜜們出去的一個 跑夜店的一個活動 Girls night out 這樣說法可以 so boys night out Girls night out 這樣子 所以她有一個one last night out with the boys 那逗典後下一個動詞結下去 Went back to this girl's place 這個this girl是什麼 誰啊 沒有誰 結果她去了 我跑到這個女孩家 拿個女孩 反正就是跑趴夜店遇到的 So I went back to this girl's place 就這麼個女孩 所以這個this就是沒有特別的意思 我特別把她抱起來 只是想說 同學會不會覺得 這誰啊 我這就是等一下會講到的故事 就是故事繼續發展下去的同一個女孩 所以總之呢 Went back to this girl's place 而且呢 她就跟她發生了一個 這輩子最棒的心愛 had the best sex I have ever had in my life 我這裡誇要寫一下正確嗎 為什麼 你看 她這裡用的是 the best sex I have ever had 這是現在完成式 表示 我們算一下時間走好了 假設她現在在寫故事的時候 她的孩子都已經生出來 現在說不定已經三五歲了 也不一定 然後她現在寫這個Fest Hull這一篇 所以她講到老婆懷孕的時候 過去是沒問題 她跑去跟朋友們跑爸 過去是沒問題 遇上這個女孩去了她家 過去是沒問題 然後跟女孩發生的關係 也是過去是沒問題 所以你看這個 had one last night out 過去是 went back to this girl's place 過去是 你看是不是都過去是 接下來 had the best sex 過去是 然後她後面有個形容詞子 去形容set 這個best sex I have ever had 對不對 答案是對的 那到底怎麼去理解她 所以她的這個best sex 是現在完成式 也就是 她在 當年 跟這個女生發生的關係 那 發生的這個關係 一路到她現在的人生 這個當下 都還是最棒的 OK 沒有 後來 就從那個時間點 一直算到今天 這個當下的這一段 後來的時間裡 她當然有打過別的炮 可是都沒有辦法 淋嫁那一次 跟那個女孩 所以她用現在完成式 是很OK的 所以 你就可以理解 在她老婆三位小孩 他們還是有刑防 或什麼那些的 也都沒有 比那一次的 那一次的一夜情 還要棒 你看 光是這麼一個 現在完成式的時代 他就表達出了 這麼 我剛剛所講出來的 這麼多的故事 而這些是 不用講解 外國人看 就能夠 看得懂 吸收得進去的 所以 我並不是說 英文這個語言比較好 可是在這裡的陳述上 還算是蠻容易的 我會說 當然我們用中文翻 好像也是翻了過來 所以我當年 什麼時候 我老婆懷孕的時候 我發生了一個一夜情 然後 我發生了一個 我覺得至今 都還是最棒的性愛 好像也說得過去 對不對 就至今仍然是最棒的 那 在這裡的英文 你只要用現在完成式 搞定 這樣子 OK 好 目前聽懂了 下一句馬上就是劇情轉折 那同樣一個女人 That same woman 那個 This girl's place的那個主人 Right That same woman Delivered my child 3 weeks later 三個禮拜後 這個女人 她大概可能是駐產室 或者是醫生 不知道 因為她也沒講她的職業 總之這個女人 接生了她的孩子 我看 你看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非常的 下句說了 Not a word said between us 這當然文法並不正確 可是這都是 你不要說這文法不好 這個都是文法好 才能做這樣的神 我常強調這一點 所以你如果要把它還原成原本的句子 它就會是 There was There was not a word 一個字都沒說 我跟他之間一個字都沒講 表示這個女生沒有當料杯啊 這樣子 There was not a word 然後 That was said between us 沒有任何一句話 沒有任何一個字 在我們兩個之間被講出來 所以這個sat是被動的動詞 被動的形容詞 So there was not a word that was said between us 他就直接審稱了 Not a word said between us OK的 下句說我想死 I wanted to die 注意一下 我當時想死 他當時覺得非常懊悔嘛對不對 I wanted to die 那有延續到今天嗎 沒有 也就過了 也就過了 所以他已經不想死了 當時的他真想死 所以他需要講 I wanted to die at the time at that time 不需要 那個at that time是understood的 那個at that time 已經融在wanted的裡面了 不需要 OK I wanted to die 搞定 那但最後一句 I'll never forgive myself 用的是未來式 I will never 對不對 表示 他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 你看這裡面的時態 每一句都是正確的 該過去就過去 該現在就現在 該未來就未來 好像沒有現在 對不起 有沒有現在式 我不要打自己的嘴巴 沒有 他前面講故事的時候都是過去式 但參差了一個 穿差了一個現在完成式 因為講到至今為止 都還是最棒的心愛 然後到了最後一句 我永遠不會原諒我自己 用的是未來式 所以我這邊強調一下 時態糾結一下 他講的時態都是對的 我們就把它學起來 這就是學英文 OK 所以再強調一下 如果你學校老師跟你說 所有的時態一致 就是每一句話 時態都一樣 你講一個故事就必須全部保持在過去式 放屁 OK 放屁 每一句的時態都是獨立的 這才叫做時態一致 每一句的時態都是獨立的考量 只是當你在講一個過去式的故事的時候 他往往 他往往幾乎每一句大概脫不了都是過去式 甚至可能是過去完成式 這是每一句單獨的考量 我必須還是要再強調一下 OK 好來吧 下一個故事 I'm 62 good-looking funny clever kind cultured and loyal a total catch for any sane woman However I have a rubbish penis If I ever meet God I'm going to ask What the fuck did you do that for? 一個很可愛的一個 一篇 62 62 180幾公分去了 雖然相當高 I'm 62 good-looking 帥 沒問題 funny 好笑 clever 就聰明 kind 很仁慈 很人善 cultured 很有文化 以及很忠誠 很loyal 有時候我們講這是一個total package package不是包裹 包裹嗎 可以是包裹 可是我們如果你一個人什麼都會 我們也可以說它是一個complete package total package OK 該有的都有 那它這裡不用package 它講的是catch 所以catch是什麼 它認為它自己是一個total catch for any sane woman 什麼sane 什麼叫sane woman insane是瘋狂 sane就是瘋狂的相反 所以任何有理智的 任何不瘋的女人 都應該會選我 我就是超棒的一個男人 再講的是這個概念 OK I'm a total catch for any sane woman 那catch是什麼 剛沒講再講一次 catch呢 這裡給你看 If someone tells you there's a catch it means there's a complication 所以一般的狀態下 我如果跟你說 這件事情有個catch 那就表示它有一個複雜 它複雜化了 好 所以我這個複雜的部分 我詞點跟你解釋 可是如果你講一個人本身是catch的話 那麼這個人呢 他就是一個很好的對象 so if a person is a catch he or she makes a good romantic partner 所以catch是兩個意思 但是我們要再度補充一個點 就是 我們以前也講過一個東西叫cavia 我先跟你講一件事 然後我後來補充 oh but here's a caveat 然後再跟你講 什么是cavia 所以 有類似的概念 就我跟你講一件事 oh but there's a catch well then what's the catch okay catch就是 我講下去 所以他們兩個有些微的不同 可是我覺得在很大的層面上 是能夠 有重疊性的 所以 if you say there's a catch 就表示 there's a danger or difficulty that is hidden or not easily recognized that's a catch 所以有一個危險會有困難在那邊 就像剛剛的講的 這個 there's a catch 的話 也是 complication 它有一個複雜性在裡面 困難困危險困難複雜性 大概可以理解 那就是沒那麼好容易看得出來 我現在告訴你 OK 馬上舉一個例句 就是這個例句就像例如說 在這裡 這邊 因為它有講到困難 還是之類對不對 或者有複雜性的部分 所以如果一個工作 它一個月給你20萬 它說 這麼好 可是有catch catch是什麼呢 你每個月要搬家 這個月在彰化 下個月在宜蘭 再下個月在華蓮 搬來搬去 沒有人會喜歡這樣子的 遊子般的生活 可是一個月付20萬你要不要 so that's the catch 聽懂 so the job pays 200k a month but here's the catch you have to relocate every month 所以這個就是catch OK 困難 那cavia是什麼 我們就複習一下下 cavia就是 但有一個警告 有一個限制 有一個 so a warning of a specific limitation 所以一件事情聽起來很棒 可是它有一個限制在那裡 OK 有一個限制 像什麼一樣來個例句 這公司也會付你20萬的薪水 那有什麼樣的cavia就是 很不幸的是 你的薪水全部都是50塊硬幣 你要扛50塊硬幣回去 所以公司能做到的 就只能付硬幣 它不能付你紙鈔 不能夠銀行轉錢給你 都不行 唯一付薪水的方式的限制 就是你必須拿銅板 what the fuck right so the job pays 200k a month but here's the caveat the company only pays in coins 這樣子 OK 好 所以大家聽懂了 catch跟cavia的分別 那回到故事裡講的是 他自己覺得他自己有一個catch OK I'm a total catch for any same one 但是 I have a rubbish penis 但他雞雞就小垃圾 笨手雞雞這樣 要是他有機會遇上上帝的話 他就會問他 what the fuck did you do that for 你幹嘛要搞我 你給我什麼都最完美 然後雞雞小小 right so if I ever meet God but I'm going to ask what the fuck did you do that for 好 可以了 這個故事就這樣 OK 好 那沒問題 好像這裡就沒有了 來 我們今天就講兩個故事 也OK了 時間長度大概也夠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學到點什麼 是Paul 我們下次見